可以看到隧道内被慢慢的土石泥沙覆盖 隧道内发生严重摊坊意外 隧道口几乎被淹没完全看不到尽头 这里是台九县苏花公屋159.3公里处大清水隧道内 今天凌晨12点左右发生摊坊意外 而摊坊发生地点位在大清水和景文隧道中间 由于当时发生大雨初步研判 因此造成土石摊坊意外 导致明隧道毁损道路中断 目前大清水隧道完全无法双上通行 而且现场还有土石不断滑落 但一看断现场画面 有人隧道被满满的土石堆满 再加上夜晚视线不佳 因此暂时无法估计摊坊面积 也还无法评估何时能够抢通隧道 因为发生当下公路总局第四工程处 已经接户通报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当中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因为发生地点 目前双向无法通车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公路总局第四工程处 呼吁民众配合管制改道行驶 南回公路 南回公路